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学习ES9对于正泽表达式的扩展 在ES9当中 正泽表达式又扩展了三个新的特性 分别是导词奥 具名组匹配和后型断言 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讲这三种新特性到底应该如何使用 我们还是看代码吧 再新建一个叫做5-2.js 以后把它给签完 DOTO 大家看看这个DOT的单词是什么意思 DOT我们经常说 www.imook.com 对吧 经常经常说 所以DOT的单词的本义是不是就是点的意思 对吧 就是点啊 DOT 那我们这里和学习叫做DOTO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我们JS的重大表达式当中 点表示的是什么 我们说这个点表示的是不是 是用来匹配任意单个字符的 对吧 这是它的概念 但是呢 它有两个例外的地方 什么两个例外的地方 点不能用于匹配多字节的unicode 另外它也不能去匹配这种行终结符 比如说-n 换个行 -r 是回车 还有行分割符或者断分割符都不可以 我们试一下 比如说我就定一个正值表达式规则 然后呢 比如说就一个点吧 然后呢 我们直接输出啊 比如说rg 我们去测试一下 刚才我们说点是不是可以匹配任意字符 比如说我测试一下当中这个5 能不能匹配 大家看 它是不是反过一个处 对吧 这个简单 那我们再看 比如说我匹配一个x 我们看能匹配吗 是不是也是个处 OK 也没有问题 我们再测试一下 如果用它来匹配换行呢 那叫换行怎么写 是不是叫做-n 对吧 英文的啊 写-n 我们看第六行 输出的是不是就是一个false 因为它不能够匹配这样的行中间符 我们再试一下 行中间符从-n以外 还有-r 我们看看-r可能会是什么 -r就是回车对不对 我们发现它也会返回false 我们再次测试一下 比如说还有个行分割符 叫做-u 然后呢 2028 这是行分割符 大家看 没有发现 它就也返回了false 我们再测试一下 比如说2029 就是断封的符 我们发现 是不是也返回了一个false 所以说 你会发现 点虽然叫做能匹配任意单个字符 但是有一些内容 它是不是不能够匹配 就这些问题呢 ES9 也就是有个新的修饰符 叫做S 它修饰符的作用呢 其实就相当于开启一个 导致all模式 all什么意思 就所有嘛 那也是我用这个点 能够匹配所有的 对吧 怎么用呢 直接看代码啊 我们一起看啊 还是上面这个例子 但是呢 我现在在这个 正在导致的后面 加入一个 S修饰符 其实 S修饰符 就相当于开启一个 导致all模式 OK 这时候开启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结果 跟之前是否一样 之前是不是 前面两个是true 后面四个都是false 对吧 保存 发生结果 你们会发现 这个时候全都是初 我把这边都改一下 所以呢 这个其实就是 DOTAL这种模式的作用 它相对于是 你用了一个新的修饰符 叫做S 使用这种S修饰符以后呢 可以真正的让我们的点 能够匹配任意的单个字符了 这是我比之前更加强大 对吧 那我们一起复习一下 截止到目前为止 关于正泽北达式的修饰符 我们都选了哪些 大家记得吗 首先 大家很熟悉的G 对吧 表示做Glabor 叫做全局的 全局匹配 对吧 这是一个修饰符 第二个修饰符呢 我们之前还学过I修饰符 这个叫做ignore 叫做忽略的意思 对吧 它可以忽略大学习 第三个呢 是不是它有个叫做M修饰符 它现在叫做Ml勤安 它现在是会跨行人匹配 对吧 其实这三个修饰符 都是在ES5里面就有的修饰符 那在ES6里面呢 我们是不是引用一个叫做Y修饰符 它的意思叫做Strikey 叫做粘性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在ES6里面还学一个叫做U修饰符 它的作用是用于匹配UniCode的 今天呢 是不是又学习一个叫做S修饰符 相当于是一个DOTAL模式 可以让我们的点去匹配任意单个字符 这六个就是目前为止我们学的政策表达式的修饰符 这里面的每一个呢 大家都需要去了解 这个呢 是ES9政策表达式里面引入的第一个新特性 叫做DOTAL 第二个性呢 叫做巨名族匹配 什么叫巨名族匹配呢 就举例子啊 我们接下来学习巨名族匹配 其实它就能是在政策表达式匹配的时候 给每一个组去匹配一个指定的名字 我们直接举个例子 大家看 比如说当前我们有一个日期 大家都知道 日期我们是不是经常要把它进行一些 合适化处理 对吧 比如说日期呢 我们进行一个格式比配 大家看 我们写个规则 比如说括号 这边呢 杠上D 四位数 表示的是年份 这边有个横杠 再有个括号 杠上D 两位表示的是月份 再有个横杠 小括号 杠上D 比如说这边是个2 表示的是我们的日期 就是几号 我们它去匹配 匹配我们的 比如说2020年的1月1日 OK 我们输出一下这个Date 看一下 大家看 它返回的其实是不是一个数组 对吧 数组里面的第一项 是不是就我匹配的结果 对吧 后面第二项 指的是不是就是 当前我这小括号里面的一项 对吧 然后呢 01是小括号里面第二项 这个领域呢 是小括号里面的第三项 所以说 我想从匹配结果里面 如果我想取到 当前这里面对应的 年 月 和日 应该怎么取 大家想一想 我是不是应该通过 中括号1 然后取到年 中括号2 取到月 中括号3 取到日 这时候 我们看出结果 这是不是就对应的 年月日 对吧 这是之前的写法 其实这种写法有个弊端啊 就是说 如果当天我们正在哪儿是真的比较复杂 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 每一个部分的名字 去准确找到里面的每个值的 只能说通过数据下标去取 而且如果真的正在哪儿是特别长 比如说 夸张一些 比如说里面有100个 那如果我想取到其中的某一个 我是不是可能从100个里面 一个一个数过 数出当前到底是第几个 再通过下标去取 有没有觉得这样很麻烦 对吧 那我基本上再输出一下这个 大家再看一下 并且大家看 这里面返回到groups 这单词是个分组类似 它对应的是不是 按理范的 可能我分组里面没有值 对吧 这都是之前的写法 大家看看在我们的es9里面 如何通过具名组 给我们的每一组 去匹配指定的名字 大家看 我们重新写一样 这写法是这样的 我们先定一个 更加打算的规则 然后其实规则还跟之前一样 我就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我们还要匹配当前的日期 然后我要给我们的组 去命名的时候 写法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 通过问号 先过号的方式 这里面可以起个名字 比如说年 我们就叫year 同样的 通过问号 先过号的方式 比如说月份 我们就起个名字 叫做month 在这边呢 问号 先过号 比如说我们取个名字 叫做年月日 对吧 这时候我们再输出 当前21G点 我们去执行一下 这样一个时间 比如说2020年的1月1日 都是1 分不清楚是哪一个 是不是 换一个吧 比如说2月1日 这样的话 2和1能分区分开 大家没有发现 当前取到结果 结合之前一样的 但是你看 groups里面 是不是有值了 我们看groups里面的值 是多少 打开展开以后 对应的是不是 year2020 month02 day01 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通过groups 下面的这样的名字 直接能取到 我们想要的那个值 而不需要通过下标 还要去数 当前的第几个下标 这样很麻烦 对不对 也不语义化 当前这样的写法 是非常语义化 对吧 那我们如何取到 对应的值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 比如说 我们决定一个groups 比如分组嘛 然后呢 直接把当前 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 下面的groups 这个对象 复制给它 对吧 你接下来给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当前 获取到这个year 等于groups.year 获取到当前这样一个month 是不是就是groups.month 获取到当前这个day 是不是等于groups.day 这时候 我输出我们这样一个年 月和日 我们看看 第34号 是不是直接就能取到 当前我们这个结果 对吧 其实大家想一想 有没有更简便的方式 就是说 当前我选择这一块 有没有更简单的写法呢 大家看 我们能不能想到 使用之前我们学的 解构复值呢 大家看 我直接就用结构 比如说 我直接把它这个year 然后这个month 和这个day 结构成完 那这边应该怎么写 这边的话 我是不是直接等于 当前这个groups 是不是就可以啊 我把它直接放在这 达成结果 是不是一样的 因为groups里面 得到的是不是就是对象 对象里面 对象的属性 是不是就分别是year month和day 所以说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 通过这种方式 直接结构成完 这个呢 就是在ES9的正德法式扩展里面 我们学习的第二个特性 叫做巨名族匹配 这种写法呢 允许我们为每一个组 去指定一个名字 对吧 这样的话 其实在码阅读性很强 然后当我们想下面 去引用的时候 是不是也非常的方便 这个呢 是第二个特性 大家看 我们再讲 第三个特性 叫做后行断言 后行断言 那什么叫断言呢 断言其实指的是说 对于当前匹配的 这样一个位置的前面 或者后面的字符 进行匹配或者测试 当然我们现在讲 是后行断言 其实相对应的 还有个叫做先行断言 跟它对应的 还有个叫做先行断言 这个后行断言 是ES9里面有的新特性 那什么叫先行断言 什么叫后行断言呢 我们这些例子吧 大家看 通过例子呢 更好讲解 比如说当前我们有一个 这么串 ICMAscript 有这样一个这么串 然后呢 我直接输出 htr.match match是不是 这么串下面的一个方法 叫做匹配的意思 对吧 它后面是不是可以写 相当的正则表现的规则 大家仔细看啊 我当前规则这样写 后号 然后呢 问号等号 script 那我问大家 当前这个输出结果 应该是什么 其实这个不是ES9新的语法 这是ES5里面就有的 叫做先行断言 我们先看结果 大家看 当前匹配的结果 是不是匹配的是 ECMA ECMA 对吧 然后从索引地底 开始匹配 是不是第零的 因为ECMA是从零开始 对吧 input 输出这个值是ECMAscript Rufus分组是 andifind 没有分组 我们也没分组 对吧 那通过这个例子 什么叫做先行断言呢 大家注意 这个通过输出的意思就是说 我想匹配的是ECMA 但是注意 这个ECMA不是普通的ECMA 而是后面必须跟着 script这样的ECMA组成 大家注意 如果当前我后面 比如说是一个 比如说我随便写个叉叉 那你看 当前我这个ECMA 后面跟着的是 直接是script吗 并且不是 接触保存以后 你就发现 它根本匹配不上 这种叫做先行断言 指的是我先去匹配 我前面这样一个字不穿 确定好之后 再看看它后面 是不是我们规定这样的 OK 这个就是先行断言 那什么叫做后行断言呢 大家看 ES9里面的后行断言 是这样写的 我给大家写一个 OK 这是后行断言 然后怎么写呢 大家看 还是这个script 我们去match 后行断言写法这样的 这里面还是写 两个斜杠 因为这种打算规则嘛 都是这样写对不对 然后写个括号 对 后行断言的一法 这样的 有点复杂 问号 小一号 或等号 比如说 我们匹配ECMA 后面呢 我们就跟上这个script 我们看结果 大家看代码第41行 返回的是不是script 那什么叫后行断言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后面这一块 是确定的 但是呢 后面这一块确定之后 也有要求 有什么要求 你这前面这个 必须是ECMA 固定这样写法 如果不是的话不行 比如说 我们随便加一个 ECMA1吧 大家看保存以后 我们看代码第41行 是不是 也什么没找到 对吧 所以说 后行断言 指的是 我找的是后面这部分内容 但是前面 需要有固定的 一种批评模式 必须前面是 ECMA 后面的script 这样的script 才是我们要的 另外呢 刚才对于那种写法 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叫做 不匹配 我们可以把等号 变成一个感叹号 这时候相当于是 不等于 相当于呢 我们想匹配的是 script 但是script的前面 不能是ECMA 比如说我们前面 是一个ECMA1 这时候你看 代码第42 是不是就能够找到 对吧 我把1先去掉 所以说 这个表示的前面 必须是这个字幕上 那就用等号 如果前面不想 这个字幕上 那这边就用一个感叹号 这个就是 ES9当中 引入的一个新特性 叫做后行对 这才是ES9引入的 前面这个呢 是之前ES5里面用的 OK 所以呢 这就是这节课 我们学习的 在ES9当中 关于正德达事 引入的三个新特性 第一个 script模式 它相当于是 引入了一个新的修设符 叫做s修设符 这时候会让我们的点 去匹配任意的 单个字符 第二个特性呢 叫做巨名组匹配 我们可以为每个组 去指定 对应的名字 对不对 取的时候呢 会非常的方便 而且呢 还能结合我们的 这样的解构负质 去取值 会更加的方便 第三个特性呢 叫做后行断言 我们取到一个 字符串 后面那个值 而后面的值呢 并不是任意取的 它前面 必须有指定的 那样一个字符串 才可以 这就是后行断言 那这三个特性呢 就是ES9 政策杂式 引入的三个新特性 再次